大家好,我是五仔 這一節跟大家說一下 女人也說是湯豬鄧 有些男人黏著她也沒好處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廣播 這一節是說說黎天王 李衛說說MC張天賦 屬性的差不多 MC張天賦跟他拍MV的女人 全部都是蠻大的 這次說說黎明 有些報道說她有二十幾個女人 我也不知道有些肩有些流 因為是緋聞緋的事情 也就是刀蘭知真還是假 但是跟她全國緋聞的女人 大部分 都是沒有什麼好結果 說到最好的那個 甚至是她自己修為私有化那個 也有些感情問題 究竟黎明是否真的 不忘妻 還是根本上女人 都沒有什麼好下場 你宏觀一下世界 究竟關黎明事 還是女性自己的問題 我們交給熊飛龍和大家 綜合這麼多女人 究竟哪一個最糟糕 不關上五仔 大家我是飛龍 今天想說說黎明的感情事件 其實好像之前也有提過黎明 但我最近看到一篇報道說 四大天王他們的感情差別是怎樣 張學有女友只有一個 劉德華的女友就是一個接一個 郭富城的女友就是一個接一個又一個 黎明的女友就是 一搭一搭又一搭 還有很多 跟黎明拍完拖之後 感情事件都不太好 是不是真的 我們今天先研究一下 當年四大天王裡面 很多人說黎明是最吸引女性 為什麼呢 因為本身樣子漂亮 夠高 又風暴偏偏 說話又斯文 所以我知道 九十年代的時候 三至八十歲的女性 都被她戒勻了 雖則如此 原來聽說黎明最初的時候 她的愛情運都不太順利 因為早幾年黎明才爆自己 以前年輕的時候 她的真正初戀是十五歲的時候 就認識一名女性 叫Summer Summer 即是夏天 夏日傾情是否就是 其實黎明唱給她的初戀情人聽呢 聽說黎明說這段都不算是她初戀呢 因為當時她是第一次追女生 還要是邊喝檸檬茶邊漫步 很浪漫的事 誰知道換來她人生第一次吃檸檬 她說很諷刺 後來還被朋友遭遇到 被兩位金髮男子 勒索 還要當時被她搶了身上唯一的九號子 換論一番 這是絕對男人最痛的吃檸檬經歷 說實話 她的經歷是英國的時候 因為黎明好像十四歲去了英國讀書 有可能真的在英國那裏 那才被兩個金髮男子搶到 正常來說 如果香港的話 應該去無敵手 黎明這樣的級數 會追不到女生 不過在外國來說 很難 不知道別人會不會喜歡鬼仔多些 追不到 其實只不過是單戀 不是初戀 黎明的初戀是何時呢 其實我也不是很肯定 但是黎明在比較早段時間拍拖 應該是 跟著大師聰學唱歌的時候 曾經傳過和戴韻衛有緋聞 還有些人說這個是黎明的初戀 那戴韻衛是誰呢 就是大師聰的獎女 當時十五歲的時候 亦參加過第三屆新秀光唱比賽 還贏得亞軍 之後還正式入到樂壇 她的代表作就是 我是小忌廉的主題歌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當年不只傳他和黎明一起 亦傳過 他跟吳角敬有緋聞 不過後來在二十三歲的時候 他就嫁給新加坡富豪 還三名兩名二子 之後還在那裏定居 可惜 婚姻最後只維持六年離婚收場 最後只帶兒子回來香港居住 所以最後他的感情生活 都不可以說是很如意的 除了戴韻衛 全國和黎明有份情之外 還有哪位呢 還有情寵姐姐 大家不知記不記得 其實當年黎明是拍天涯歌女 那時開始給大家認識 那時開始很多人說喜歡黎明 天涯歌女本身的女一就是陳松明 當時有傳國和黎明好像有段情 當年陳松明拍天涯歌女 當時也很年輕 十八歲 當時非常漂亮 又溫滿可人 所以當時陳松明也是憑這部戲一炮而紅 但陳松明的家裡的背景比較複雜 當年跟媽媽的關係不太好 後來就去了乾媽住 而乾媽的女兒阿寶 當年陳松明也成為了陳松明的好朋友 當時陳松明也非常信任阿寶 也找了她做她的經濟人 當時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原本和阿寶的感情都不錯 但後來聽說陳松明的錢 房子、車子 全部都好像比阿寶 舉為己有勢 還趕了陳松明出門口 當時單方面和她解約 當年陳松明還非常迷惘 有段時間還患了抑鬱症 但陳松明差不多到達40歲的時候 才找到今天的老公才結婚 所以有段時間陳松明的感情生活 都頗不寓意 郭光漏了一位 其實就是王祖賢 黎明還未在TVB 跟陳松明拍劇之前有一段時間 他剛出動的時候 新人的時候 八七年左右 黃祖賢的媽媽 就收了黎明做契仔 當時黃祖賢的表哥還在那裡爆料 說黎明和黃祖賢 是住在一起的 又看到黃祖賢 去黎明的住場 酒班捧場 一段時間 所以亦傳他們倆是在一起的 不過當時娛樂頭棒 就說黃祖賢已經很早投壞了齊蟲的懷抱 所以最後都沒有說他真的跟黎明一起的 但是那段時間 疑惑疑真 大家都很想入非非 很多幻想 老實說 黃祖賢之後的感情生活都一般 你看到他有很多次 差點嫁到河門又嫁不到 差點跟齊蟲一起 最後又沒有一起 最後還要出家 到今天黃祖賢也沒有結過分 他跟齊蟲那次已經是很近 差點 因為他們已經在一起生活 誰知道那段時間又爆了齊蟲有位私生子 最後黃祖賢也可能覺得 還是忍不住 還有那些緣份的事情 原來搞來搞去 以為回到來是他的 都不是他的 所以他最後都放棄了 那段時間很嚴重 齊蟲有段時間還不認私生子 黃祖賢叫他不如認真檢查一下 你不要不認 所以有可能因為種種的原因 他對齊蟲也很失望 有可能都是 歸於我發覺最好 另外有全國黎明跟阿周可以吻在一起 因為當年我們拍過一套電影 叫《癡情快逝》 是1991年合作的 當時還合唱了一首歌 叫《珍愛在明天》 《珍愛在明天》 不過很小的電影就不是回響那麼好 所以這首專題歌更加不太多人留意 後來到了1994年 這首歌當時黎明已經紅了 這首歌之後才被人發現 那些人再翻兜才發現 原來有這首歌 因為那時候周慧敏也紅了 那些坊間先傳 黎明和周慧敏其實都有點像金銅玉女 可惜他們一直都沒有承認過一起 幸好沒有承認 如果有承認的時候 那時候應該不只是說讀柳明這麼簡單 有人黎明也有份 到時候又說誰天蒙光 走去扣肉女追悶人 這個正好色仔 那樣就寫了 幸好那時候沒有這樣傳 不過周慧敏的感情道路也不算很好 他是跟魏鎮在一起 但是很多人說 魏鎮就不配跟周慧敏在一起 因為魏鎮和周慧敏在一起 還走去尖花野草 還被人拍照片 不過幸好周慧敏 叫忍德 所以才沒有離婚 但真的很難說得上是叫幸福 另外李佳欣都經常傳 因為魏鎮和黎明是情侶 因為本身兩個 無論是電影或電視劇 也有很多合作 當然他們兩位一定不會承認 就算是都很難承認 因為當時的關係非常混亂 例如大樓 當時跟李佳欣在一起 然後又傳 保永琴 包黎明 有一次 在慈善活動裡面 捐了50萬給黎明唱歌 令到當時有些人說 很混亂 四角亂 李佳欣最強小心 拿了大樓 保永琴又 你拿我老公之餘 我又拿回你男朋友 當時非常混亂 當然大家說 李佳欣之後的感情都不是很差 起碼嫁給許仲欣 因為他還生了兒子 算不錯 相比其他人好些 但是你又知道 許仲欣是他父母的唯一繼承人 都拿不到遺產 拿不足 每個月還是收零用錢 雖然零用錢都幾多 始終八百幾百億都是收不到 所以對你奸一來說也算慘 你知不知道慘了什麼 因為這個世界上不是說 你有時是得到多少為之最好的 去到高點的時候 你應該覺得只能得到更多的時候 得不到 那一剎那才是最腰心腰痛 接著當然是要講一下舒奇 和黎明來說也算是經典的愛情 他們兩位其實在98年的時候 拍一套叫玻璃之城而認識 當時舒奇就剛剛 就由拍三級片開始轉型 這段時間就認識了黎明 兩人一起 但是你知道舒奇的背景 小時候已經拍很多露點的片 又說他當年被 柯仲虹搞過了 拍戲的時候是 抵真君 很多不好的消息 你想想黎明貴為一個天王 即是他爸爸也有差不多的面子 那麼黎明的爸爸又哪裡可以受得到呢 黎明的粉絲又哪裡會讓你這樣碰他的黎明呢 原本黎明其實都想和舒奇地上戀 沒有辦法了 就轉了做地下之後 轉了地下之後 兩個都有一段時間還一起同居 雖然說地下而已 我都有時都看到他和舒奇在拍MV 我還記得全日外都找舒奇過來演MV 這段情侶都維持了七年 都不短了 但始終沒有辦法 因為聽說黎明始終都很戒懷 舒奇過去的身份 你知道隔不中拿來 趕一趕 就在某個引發點 查了一次大鑊 兩個人就分手了 當時舒奇這份感情都很慘 放了手之後 有段時間患了抑鬱症 還差一點 連命都沒有 不過有些網友說 最後跟馮德倫一起都很開心 都OK的 不過始終少了個小朋友 都是有少少遺憾的 所以你也不可以說 他的感情完全是圓滿了 舒奇說他自己有嚴重過敏 可以半夜都睡不著 大家知道睡覺是多重要 有些情況你寧願不吃 但不可以不睡覺 所以舒奇也是 人生很難 每樣都美滿 張柏芝也傳過 和黎明有段時間的緋聞 就是01年 當時情迷大話王 說你們兩個好像疑似有惹 張柏芝也還沒有跟鄭靈芳開始 當時還好像是陳曉冬的女朋友 你知道 剛剛也說了 陳曉冬女朋友 當時黎明好像還沒有跟舒奇分手 所以這樣傳一傳 就像是四角戀 就算是也不會擺明是認是 原來當時有傳過 黎明有一支很厲害的 例如大樓最厲害就是送樓給人 黎明最厲害就是送跑車給人 當時就說過 黎明好像用過這一招在張柏芝身上 搞到當時好像陳曉冬 後來還退出 還跟黎明唱歌唱到深夜 之後還被人拍到他們在澳門 張柏芝在街上疼黎明一口 為什麼這麼容易拍到呢 究竟當時拍戲還是真的 這些相片 有時候都不知道 唯有觀眾自己去分辨 最後張柏芝也和鄭亭芳在一起 黎明自然沒有下文 張柏芝的感情 大家知道最後怎樣 跟鄭亭芳生了兩件之後 又離婚 接著又無端生多一個兒子 現在都不知道兒子是誰生的 還說張柏芝還想追求第四個 他的感情生活 是不是真的這麼好呢 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另外周凱薇和黎明都傳過緋聞 一來他們兩個年紀差不多 又在差不多時間那時候 好像讀過TVB的藝人訓練班 只不過有一段時間 周凱薇嫁給了女良委 而黎明和周凱薇其實都頗有緣分 因為試過有幾套劇 都是演情隊 分別是胡到未嫁事 和甘心無悔 當時傳黎明和周凱薇其實是朋友關係 但是黎明有可能年輕 有時未知娛樂圈有些情況都要保持距離好一點 所以很多時候拍到他和周凱薇 變成香港新聞的頭條 搞到有一次女良委生氣到 傳聞到 全民打黎明 之後女良委說沒有這樣的事 黎明更加說沒有這樣的事 黎明說 我怎麼會被人捱打呢 還擊 是真是假都好 這些都不是那麼光彩 最後他們都沒有承認過 只不過有一段時間傳 大家都看到 周凱薇的感情都是這麼多飄泊 女良委之後都有幾段過程 最後都是無花果 不知道是不是黎明那些 當時女性的感情都是一般的 就算黎明前妻樂基兒 有一段時間 女女結婚了 什麼事不對 大家都知道 後來樂基兒跟另一個人在一起 又結婚 還生了兒子 原本應該是很開心 那時候又說跟黎明分手 那時候分了很多錢 所以樂基兒在否認 我哪裏有分過 但是 今年又拍到樂基兒帶了兒子回來香港 好像還傳到 那時候是說跟她的 另一任的丈夫都分了 離了分 那些全部都問她 還不認 沒有否認 沒有否認 那些人就當你是這樣 那樣子 似乎樂基兒的感情都是一般的 那相比有可能是黎明好些 跟她小二十年的助手一起 那雖然就不是一個明星 那有可能 不是明星 反而還很安全感 始終藝術 本身都不是常人性格 就是一個不是常人性格 碰上另一個都不是常人性格 那樣困起來就會很大件事 尤其是那些星級那些 更加大件事 所以黎明有可能找回寶母在一起 會好些 不過現在黎明的另一半 都不可以說完全是最幸福的 因為 就算幫黎明生了女兒 都還未結婚 那始終又是有點遺憾 不知道是不是同親黎明的女人 就要某一些情況之下 都會有些遺憾 好 今天的漁學新聞就說到這裡 下次再分享其他漁學新聞 就這樣吧 拜拜